我去了 总人 你好习惯 她有这一招啊 快得不进啊 这样 皇上不敢惊动她 怕在刺激她 所以要我帮她送回房休息 诶 竹奶奶 你怎么不说话 我实际上是无话可说啊 太后她这招实际上是太高了 她不用激烈的方式 改决立法途径 就算我和皇上想要干雨 你找不到适当理由啊 竹奶奶啊 这普天之下不就皇上最大吗 皇上虽然治理天下 但是最大的还是个礼字啊 作为有礼走遍天下 无礼啊寸步难移 再说 这行刺皇上和瑕疵人质 本来就是怀孕和得不进的不是嘛 现在太后她这么做 于情于礼于法 都没有瑕疵啊 诶 竹奶奶 这虽然呢 太后没有瑕疵 可是庄鬼吓人的事啊 这承韵瑕疵给罢了 而且我们现在呢 已经找到那个庄鬼的太监了 我们可以呢 把它当成证据 这事情要是一查起来啊 货源是来自陈韵 到时候我们翻咬他们一口 看他们痛不痛 有道理 这反正要讲动机嘛 对啊 只要纵然府的人啊 一下手查办这事 我就让那个陈韵啊 喝不着急 舌把你 没错 妹妹 你总算还有点用处耶 那当然 皇上提降 怀孕 赶快打开劳门 让他出来说话 走 皇上 你不要这么做 我是戴上的重犯 皇上这样子会让人诟病的 这只是要让你出来说话 又不是私送囚犯 我不要皇上 每次有一点点的私心 如果皇上是要私下放我的话 那么 我不会跟你说话 皇上先回吧 这只是让你出来说话 又不是要放你 正来这儿 只是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皇后说 你亲自化压了 是你自愿的 还是他们逼你的 是我自愿的 为什么 在捷御救额娘的当时 我就知道自己逃不了国法的制裁 而在下世运个人的时候 我开始抱着彼此的决心 我想 只要能够救额娘一命 就算是要我死也值得 现在额娘没事了 我也可以从容就已 怀孕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我答应过你不予追究的 你为什么还亲自化压呢 自己坐楼 总比看着额娘坐楼好 总之 我是心安理的 只要额娘平安 不管将来 总而不怎么判 斩首也好 流放边疆也好 我都甘之如意 好 如果他们要将你斩首的话 正陪你一起死 如果要将你流放边疆 正陪你一起流放 不 皇上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怀孕 为了你 我可以不做皇上 我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平安地把你救出这里 你要以法治国 怀孕犯法 你要如何救我 怀孕 你放心 我保证 在法治范围之内 全力保你无罪 你看我怀孕 情况怎么样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起来 你一国之军 不是不能随便下跪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朱奶奶 孙儿臣有一失 如果说出口 怕你生气 所以想先请朱奶奶 赦免孙儿臣的罪 孙儿臣 阳光有限遍天 而后来 回答你 你心上温暖的字眼 才发现 多年来 为你流的眼泪 回甘 你所有 你所有 时间 仿佛一张 书间 就这样 在你 我分开 那一天 而后来 故事的一天 故事的一天 回答你 回答你 你都没有 就这样 埋葬了 这一天 没你流的眼泪 没你流的眼 阳光都温暖 海的不鲜 我闭上双肩 心疼幸福的处处可遍 你所有 我没有来源 错过的只是一些时间 你写的字字一绿 我看到心都热线 还没有辜负那天 你所有 时间 仿佛一张手牵 就夹在 你 我分开 那一天 而后来 故事的一天 回答你 你 就这样 埋葬了 这一天 没你流的眼泪 没你流的眼泪